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潮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木耳炒鸡蛋最正确的做法 好的人木耳炒鸡蛋第一步就做错了 如果按照我这个方法做一旁你肯定会爱上它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两把小木耳 今天我们准备的木耳一定是要野生的 这种木耳吃起来是比较香的 木耳准备好以后加入一勺普通的面粉 然后倒入30度的温水把木耳给它浸泡一下 再下手给它抓拌一下 把木耳浸泡20分钟左右 接下来准备三个鸡蛋倒入小碗里面 鸡蛋打进来以后我们用筷子将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 我们把鸡蛋搅拌成鸡蛋液 最好是顺着同一个方向搅拌会更均匀一些 鸡蛋液像我的样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先放一旁 接着我们再准备两个香菇给它切成薄片 然后再把香菇给它切成小块 香菇切好以后倒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些大蒜给它切成蒜片 再改刀把它剁成蒜末多细一点 蒜末切好以后倒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块生姜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姜丝 之后切成姜末就可以了 姜末切好以后和酸末放在一起 准备几个小米椒把它切成小圈 小米椒切好以后和酸末放在一起 再准备一把小葱直接把它切成葱花 葱花切好以后和酸末放在一起 然后再准备两个青椒把它对半切开 把里面的辣椒籽将它取出来不要了 然后把青椒给它切成小段 青椒切好以后倒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小碗加入两勺的生抽酱油 然后加入一勺食用盐 99的鸡精 少量的胡椒粉 再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倒满一点点清水 然后一勺子将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提前调个料汁是为了炒菜节省时间 这样炒菜的时候就不会手忙搅乱了 搅拌均匀先放一边 这个时候我们的木耳也浸泡好了 因为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所以能把木耳里面的灰尘和杂质给它吸附出来 再下手给它多抓拌一会儿 抓拌均匀 把木耳给它清洗干净 木耳第一遍清洗干净 碰水捞出来 放到另外一个大网里面 再倒入大量的清水 没过木耳 然后我们再下手给它多抓拌一会儿 抓拌均匀 把木耳全部给它清洗干净 木耳像我这样清洗个两到三遍以后 再把木耳昆水捞出来 放到网中备用 接着把锅中的水烧开 加入一勺食用盐入个底位 我们一定要把木耳先操一下水 这样能清洗一下木耳 把木耳里面的细菌给它操水操出来 所以我们操水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大概是一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 捞出来以后把它放到碗中将它放凉 接着我们把香菇放到锅中给它焯水 香菇焯水的时间要久一点 把香菇焯水一分半钟左右就可以了 操水关后把香菇给它捞出来 放到碗中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的木耳也放凉了 我们用手把它撕开撕成小朵 如果太大的话炒出来就没有那么香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撕成小块 撕小一点就可以了 处理好以后我们再把鸡蛋液倒进木耳里面 用筷子将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木耳都裹满着鸡蛋液 亲爱的朋友们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动动您发费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呗 感谢大家一年以来对我的支持与鼓励 搅拌均匀以后先放一盘 接着再起锅加入少量的适应油 油液之后我们把鸡蛋液和木耳全部放到锅里 这里我们开小火把木耳给它煎制定型 定型以后我们再次给它压一压 把鸡蛋和木耳煎制成块 定型以后我们再给它放个面 把另一面也给它翻炒一下 这才是木耳炒鸡蛋最好吃的做法 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没有这样做过 更没有吃过 如果按照我这个方法做一次 你肯定会爱上它 这样做出来它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所以我们开小火慢慢的给它翻炒一下 把鸡蛋和木耳融合在一起就差不多了 然后将它盛出来装入碗中备用 接着再起锅加入少量的适应油 再把姜蒜茂小米辣全部放入锅中给它翻炒一下 把它们炒出蒜香味来 炒香以后再把香菇加进来 青椒也一起加进来 继续开大火快速的给它翻炒炒至断生 炒香以后我们再把木耳和鸡蛋加进来 这里我们要快速的给它翻炒 翻炒均匀 把所有的木耳和鸡蛋炒至入味 然后再把调好的料汁一起加进来 这里我们快速的翻炒均匀 把木耳鸡蛋全部给它炒至入味 这样木耳炒鸡蛋就非常的入味好吃了 快速的给它翻炒一下 翻炒均匀差不多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哇真的是太美味了 将它做入旁盛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非常入味又好吃的木耳炒鸡蛋就这样做好了 做法非常的简单易学 做出来以后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个做法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